南京被中央看好的三个区 经济实力不容小觑 其中有你的家乡吗? 南京,古称金陵,健康 南京是中国东部地区 重要的中心城市 全国重要的科研教育基地 和综合交通枢纽 截至2020年 全市下辖11个区 总面积6587.02平方千米 常住人口942.34万人 地区生产总值16355.32亿元 南京地处中国东部 长江下游,滨江近海 南京是长三角辐射 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 重要门户城市 和东部沿海经济带 与长江经济带 战略交汇的重要节点城市 南京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西部长期是中国南方的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南京有着七千多年文明史 和近五百年的建都史 南京是国家重要的科教中心 自古以来就是一座 重文宗教的城市 南京有天下文书 东南第一学之称 明清中国一半以上的状怨 均出自南京江南贡院 今天就带大家去看看 南京被看好的三个区 其中会有你的家乡吗? 先来看看七峡区 七峡区位于南京市中北部 是南京主城八区之一 国家重要的科教科研中心 和航运物流中心 国家东部地区现代科技 人才集中区 华东地区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世界级光电显示产业基地 七峡区是以科技教育 航运物流、医药电子 风景名胜、机械制造 为主要职能的现代化江冰区 总面积395.44平方千米 常住人口99.74万人 地区生产总值1569.15亿元 七峡区因第一精灵名秀山 七峡山位于境内 顾名七峡区 然后就是古楼区 古楼区位于南京市中部 是南京主城八区之一 是国家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 和航运物流服务中心 国家东部地区的国际商务 金融、经济中心 华东地区高端产业 和总部企业集聚区 古楼区是南京 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 总面积54.18平方千米 常住人口94.04万 地区生产总值1740亿元 因南京古楼位于境内 顾名古楼区 古楼区历史悠久远远流长 五六千年前 就有许多原始村落存在 濒临长江、山巻环绕、湖川相依 山、水、城、林、江浑然一体 有龙磐虎聚之雄 一山带水之盛 坐拥南京主城 11千米长江黄金岸线 古楼区还是中国科技资源 最密集的城区 最后排在第一的是江宁区 江宁区位于南京市东南部 是南京主城八区之一 国家重要的科教中心和创新基地 国家东部地区先进制造业基地 交通物流枢纽和空港枢纽 江宁从东西南 三面环抱南京主城 航空、航运、铁路、公路 交通体系汇聚 是南京对外沟通的重要枢纽 总面积1561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192.61万 地区生产总值2810.47亿元 南京港是亚洲最大内核港口 是中国沿海的主枢纽港 和对外开放一类口岸 也是长江流域水路连运 和江海中转的枢纽港 处于铁路、公路、管道 航空和水运的交汇点 是长三角唯一实现集装箱铁路 与水路无缝对接的港口 已成为中国华东地区 即长江流域江海换装 水路中转、货物集散 和对外开放的多功能江海型港口 也是中国连接全球的 江海转运综合枢纽 对于南京这三个区 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